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昨天周一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0.7% 成功的又爬上了6035点的距离 这一来的话,澳洲股市也是第七次再次冲上了6000点大关 那么昨天上海和深圳呢,昨天是各有不同 上海呢,成功的是守住了,没有连续下跌 但是仅仅上涨0.05% 深圳方面则下跌了0.35% 那么欧美股市呢,在昨天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扬 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最少涨了0.6% 最多的涨幅则高达了1.7%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再一次创下他们各自历史最高水平 其中道琼斯、标普和纳斯达克最少的涨0.6% 最多的涨了0.9% 那么股市以外的方面,黄金目前回到了1265的高度 同时石油价格呢,也是维持几乎原地不动 比特币目前最新报价大约是在18500左右 那么在外汇方面呢,昨天美元指数价格有所回调 使得非美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扬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消费行业 你要做大,就必须要先败山头 换句话说,就必须在阿里或者是腾讯两大巨头中首选一家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特别是针对个人消费行业 只要你不是央企或者是国企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呢 都会选择,要不就是靠阿里,要不就是靠腾讯来作为以后的发展平台 比如说最近中国有一家这个电商叫做微品会 最终呢,他是选择了加入阿里的这个腾讯的阵营 腾讯和京东分别是微品会 其实这个微品会呢,只是在众多这个电商中的一家 包括了其他的,比如说像亚马逊 像这个京东本身都是 而另一边呢,阿里一边也有苏宁电器和 比如说淘宝和天猫这本身就已经很大的平台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中国的零售市场就几乎分成了两大阵营 是阿里一派呢,以及腾讯那边一派 我们知道其实腾讯和京东现在已经成了绑的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伙伴 事实上腾讯已经成为了京东第一大股东 换句话说,刘强东和马化腾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那么可以说,刘强东的京东过去的三年 依靠每一件商品只赚一分钱这样的口号 成功地占领了市场 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 实际上就是靠着背后的资本在烧钱 通过烧钱,以极低或者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见得了天日的竞争方法 把竞争对手给排挤出去 以此来占领市场 另一个比较明显或者比较经典的案例呢 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打车市场中的滴滴和快递 想当年滴滴和快递在竞争的时候 包括优步竞争的时候都是推出呢 你打车,他送你五块钱甚至于十块钱的补贴 但是随后在其他的竞争者被退出之后 滴滴和快递相互合并 最后又吞并了优步 这样一来,中国目前的打车市场就形成了一统江湖 那么我们现在再去看呢 由于没有了竞争者 所以你在高峰时期的叫车 别说是给钱了 两倍三倍四倍五倍的情况都是屡见不现 这就是没有了竞争所导致的恶劣景象 所以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很多企业 包括现在的这个共享单车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也好 这个美团送餐也好 在初期都是靠着野蛮生长 或者说是亏钱扩张的这个方法呢 来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 这种方法不得不说 也只有在目前这个资金 或者说是热钱涌动的中国才会出现 你放在国外很有可能呢 或者说很大程度上 这并不会被广泛的接受 那么说完这些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中国 上个月有一个网络红人 叫做任泽平 他本身只是个经济学家 他红就是因为他目前可能 我不敢肯定 但绝对是前几名 可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 或者是前几名收入的经济学家 我们单纯从他的工资收入上来说 目前在恒大集团下 是1500万人民币的年薪 折合成美元也大约是等于250万美金 这么高的年薪 你放置世界 只放在经济学家中 绝对是属于这个非常非常少见 那么任泽平昨天在经济学论坛上面 发表了他的观点 说到呢 他觉得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 中国的经济将会摆脱L型的走势 最终出现一横向上 那么换句话说 他觉得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 主要的一些经济指标将开始回升 到了2019年经济增长的趋势呢 将会进一步放大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个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的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 从2010年的最高曾经达到了10.1% 后来逐步开始下跌 9.4 7.7 7.7 7.3 6.9 2016年呢是达到了6.49 那么预计在后面几年呢 将会稳定在6.2 甚至于在6的附近 那么这个比例呢 目前来看呢 是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况 那么如果说2018年到2019年 这个6 到2019年能够重新再往上 而不是维持在6 那么任泽平的理论就相对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目前关心呢 并不是说任泽平他一个人觉得 2018年底到2019年 中国经济会重新向上 更加重要的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任泽平背后的声音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时候啊 中国比如说有的时候 官方不能说的话 会通过一些其他渠道来传递给社会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 大哥要出去做事 先会让小弟出去散一些风啊 传一些风 那么现在我们不敢说一定 但是啊 有很大的可能任泽平 其实就作为了一个官方 在民间的一个渠道 或者是传声筒 通过一些著名的 或者是有影响力人物来发表言论 来造成一个社会的广泛的共识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 要关注他的重点就是呢 他目前首先提出了 2018年年底到2019年 经济开始反弹 走出L星走势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来说 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投资 比如说A50啊 比如说人民币 那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消息 如果真如他所说 2018年底到2019年开始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前布局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今天晚上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事件 就是澳洲时间晚上12点半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建造数据 那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